大家好啊 今天一个比较治愈的消息啊 听起来很舒服的消息 是中国的当红体育炸子机 姚明啊 姚明 高个子姚明 被细胞子给抓起来了 这个事情看完了 听到了以后 心里爽了一爽啊 坚持了12秒 然后就爽了 真的很舒服的啊 说这个近期席卷 中国体育界的反腐风暴啊 万人瞩目啊 是吧 习主席要继续反腐嘛 要搞几个大案子 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关注啊 说这个足球界啊 这个习主席是非常不满意的啊 就把一个姓陈的啊 叫陈什么园 我有老都错字啊 我特别查了一下 是都序啊 陈序园 就没文化 跟习主席学的 就把他给抓了 是不是 这个事闹得特别大 整个体育总局啊 好多官员都牵涉其中 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姚明老师啊 以姚明为首的 中国男鞋也出问题了 你说足鞋出问题 可以理解男鞋也出问题 这是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两天 关于姚明老师的消息出来了啊 说姚明被体育总局的这个纪委带走了 约谈 说有的是呢 说他是卷入这个足鞋的这个贪腐案 有的时候中国男鞋也是一个腐败的窝 这个东西很正常的啊 你在中共的体制里面做事情 你如果不同流合污的话 你是混不上去的 中国男鞋也是一个很有级别的这么一个地方 好吧 姚明曾经做过人代代表吧 还是做过党代表啊 人代代表好像是 这样的一个人 你不跟中共的这个低端民力场 在那里摸爬滚打滚的一身骚 你还想在中共体制里面当官的 断无可能的啊 这是个基本的尝试 所以我都不用去找任何的证据啊 如果中国足鞋有大量的金人的腐败 那么毫无疑问的 理所当然的 中国男鞋也是有大量的金人的啊 暗无天人的腐败 所以习包子要想收拾几个大案要案 你说走这个什么姚明这一条路子 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这么一个思路 是不是 要我是习包子 我肯定把姚明给抓了 多有影响力啊 那不仅是有这个中国国内的韭菜的影响力 它有世界影响力 哎呀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消息说了嘛 就是他非常的治愈啊 非常的舒服 是不是 那为什么现在姚明也穿出被抓了呢 除了他肯定有问题以外 北京这边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说主要是什么呢 说这个习近平呢 这个人呢 他不喜欢姚明 或者说他不喜欢南球 说这个呢 姚明这个人 为什么当这么大的官呢 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他不就个子高点吗 就是你说他为中国这个国家 带来过什么荣誉吗 中国的南球 南球是吧 我记得 记得在姚明搞的时候吧 就是打入了这个世界 叫南球什么 南球世界杯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国际一流的比赛吧 一次就进去过一次 八支队伍是吧 然后是第八名 这是姚明领先主演的中国篮球 取得的最好的成绩 那根本不算什么 你说中国的乒乓球 中国的羽毛球 是吧 中国的体操 中国的女子足球 那都是世界顶级的水平 你姚明算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说习近平不喜欢他 然后呢 就指挥这个纪委的人呢 要搞点在体育口 搞个大网要案 首先呢 是抓足球 因为习近平本人呢 他喜欢两个东西 而且他也做了好多次的指示 要用举国之力啊 要把这两个东西搞上去 一个东西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是芯片 芯片这个东西 跟体育没关系 是科学家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有刘鹤 这样的男人也出来说 要用举国体制搞芯片 然后被我妈的狗血领头 是不是 你一个芯片这个东西 你用什么举国体制搞什么呢 你应该要发挥年轻一代 这个科学家的聪明才智 让他们自由的思考 是不是 要做研发 你搞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最好的东西就是 用举国体制 发展中国的腐败水平 那倒是可以的 人人都腐败嘛 刚才我就说的嘛 如果你说中国足鞋 是一个腐败的窝案 那我告诉你 中国男一鞋 肯定也是个腐败的窝案 你想都别想 那西包子第二个 看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足球 他想把足球 用举国之力搞起来 我们都知道 西包子没有当皇上的时候 特别显摆 喜欢踢足球 是不是 假不假是 穿着一个皮鞋 还踢个球 搞得像镶头猪的样子 他喜欢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呢 西包子 他看重的芯片和足球 他用举国之力搞起来 其他的事情 他认为都不重要 尤其是这个南球 这个东西 他不重要 所以就传出这个 叫什么来着 姚明被抓了 姚明这个人呢 我们一直的是关注他的 关注他的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姚明脑子挺好使的 是不是 因为他老是在国外打球嘛 在美国打球嘛 学了一点点音乐 学了一点点美国的普世价值 话里话外呢 有那么一点点文明人 有那么一点点现代人的感觉 按照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姚明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是为了阻读他 不是为了骂他 而是要我们思考我们自己 就是按照正常情况 如果姚明 你按照你说话的那个逻辑 那个腔调 那个价值观 你就他妈的不应该在中国混 是吧 你就应该在国外混 你看跟姚明相比的话 另外一个中国的一个体育明星 老个子又比这个好使的 至少好那么一点点 就是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 看那个女排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主公主 郎平 是吧 郎平这个人 你看到没有 他基本上都是在国外混的 一会儿在新加坡 一会儿在美国当教练 他很少跑到中国来混 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剧 一个一个什么叫什么排鞋 或者是什么的体育总局的什么领导 不搞这些个事情 姚明你这个体育的这么一个人才 你干嘛要当官干嘛呢 有那么有意思吧 你当官你就卷入到中国的低端的名利场 你就卷入到中国的食物 食物链生存的这么一个方式 你不被人吃掉 那奇了个怪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些个人啊 虽然我们没有姚明的名气大 没有他的影响力大 但是你牢记一个极简主义的园子 就是你如果心里对这个自由 对西方社会的民主价值 对这个人的权利 人的尊严 人的自由 这个东西 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 你的方法就应该是要逃离中国 所以我说过吧 人生最重要的方法论 就是第一步骑就出埃及 是吧 那对于我们来讲 第一步有价值的动作 第一个行为就是要出中国 而且我们反复说过 人一旦离开中国 你千万不要回头看 回头看你就会变成死人 回头看你就会变成别人的食物 回头看你就会变成别人的炎柱 是不是 那中国的有老话说好嘛 不是回头逃的 你姚明你在美国打球 你都打出那么大的名气 你都有那么大的影响 你完全可以在美国给自己建一个家 安安你过你的日子 你说中国的这些个东西 它有那么好混吗 有那么有意思吗 所以你发现没有 无论是姚明怎么样 他最后的结局一定会非常的惨 因为他破坏了 或者说违背了 作为一个自由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你要出中国 就是你要出埃及 就是你不要回头看 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 一旦你离开中国 你不要回去 没有离开中国的人呢 这么说吧 第一步 如果你是个中国人 第一步 有价值的选择 就是离开中国 第二步 就是打死不回去 绝对不能回去 且不是回去 你看都不要看 凡是回头看的人都没好下场 姚明就是一个典型 现在很多人都在巴望着姚明 被细胞子压上审判台 是不是 搞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反腐的新闻 姚明都出事 这不多有意思呀 是不是 人人都关心 原来你姚明虽然你个子高 你也是个坏蛋 你也是个垃圾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人 你只要在中国混 你最后一定变成垃圾 一定变成马蚁 一定变成批命 一定变成炮灰 一定变成人筐 所以像我这个人 我其实是非常感恩 我能够有机会出来的 出来以后 真的人的各种生命的质量 人生的意义 家庭的关系 两口子的情感 还有生活方式 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真的 就变得越来越 越来越简单 变得越来越 我从来不会把什么 纯洁啊 洁净啊 这些词用在我的身上 人本来就不可能接近 人性的基本面是幽暗 幽暗是什么呢 就是又脏又黑 模糊不清 是不是 不确定性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我觉得我是有改进的 就是我的书里面经常讲的一个词 叫开放式纠错 开放式纠错的意思 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个错的 然后呢 我处在不断的纠错过程之中 这个过程 他主要就是表现我一个过程 我永远也不可能 靠自己的纠错 就是所谓的修身 其家 什么修身 佛教的修炼 还有法能功的 什么真善忍的修 不可能的 人是不可能让自己修的特别好的 但是他处在一个过程之中 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有点人的样子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评价 我觉得我跟过去比的话 慢慢有点人的样子的 有那么一丢丢 不多 但是已经足以让我感到很开心了 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开放式纠错的这么一个效应呢 那是因为我离开了中国 那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地方 那是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天天朝夕相处 没有在外边吃喝喝喝喝 什么远近的诱惑 你说对不对 所以人生呢 真的是第一 要离开中国 第二 不要回头看 不要像姚敏老师学习 姚敏 你别看他在那里 得比得比得比 其实很一般 他真的很多道理 他不知道 很多中国人也不知道 我在这里说给大家听一听 谢谢 谢谢